青檸最出名的食法是在青檸批和瑪格列塔酒中使用 但你們知不知道青檸還具有顯著的治療效果? 研究證明不起眼的青檸可以減輕甚至治癒每年導致 全球數百萬人病痛和數十萬人死亡的疾病 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對青檸執行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 結果表明它可以治療或大大縮短多種威脅生命的疾病的治療期 其中包括廉藏細胞貧血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數據 大約95,000名美國人患有SCA 每50萬非裔美國人出生時就有1人被診斷出患有這種疾病 SCA是一種遺傳性血液疾病 它的特徵是紅細胞中攜帶氧氣的血紅蛋白分之以上 一行針對兒童SCA臨床試驗發現 青檸執可以減少疼痛發作、熱病和住院率 第二是藥疾 藥疾是一種由蚊傳播的寄生蟲病 世界衛生組織估計 藥疾每年造成2.19億例疾病 導致66萬人死亡 劇毒藥物被廣泛用於治療這種疾病 但一項研究發現 在同標準藥物治療相結合時 青檸執大大提高了藥疾的治癒率 研究人員提出結論 在適當的藥疾藥物共同使用時 青檸執可以增強對藥疾原蟲的清除 特別在毛病發症的患者之中 第三是食物中的細菌病原體 一項研究發現 受歡迎的海鮮菜牛 青檸執葉宇中潛藏的病原體 可被食譜中使用的青檸執徹底消毒 青檸執葉宇使用的是生魚 或會用甘骨類水果葉製的魚 這種魚可能含有 呼茸血腺胡菌和長渡三門氏菌 通過加入青檸執提取物 兩種細菌均降致檢出值以下 第四是對水的消毒 青檸可以通過殺死鱷魚病毒和大腸幹菌 來加強對水的消毒作用 青檸能殺死霍亂病原體 有統計表示 截至2010年霍亂每年感染300萬至500萬人 造成10萬至13萬人死亡 第五是疑腺癌治療 眾所周知疑腺癌是一種難以治療的癌症 研究發現青檸執可以誘導疑腺癌細胞的程序性死亡 最後就是戒煙 吸煙可能是地球上最可預防的死亡原因 一行對尼古丁香口膠和青檸執提取物 進行比較的臨床試驗發現 新鮮的青檸可以作為有效的戒煙輔助劑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